2020是个很特殊的年份 对于高等教育是一个挑战 美国作为一个科技经济大国 同时也是教育大国 对于高等教育课程的多样性和多元性 还是走在全球间断的 知己知彼往往才能够做出明智的第一步选择 由于不少学校不再需要提交SAT的成绩 为了更好的考量学生 就会从学生的活动或是竞赛背景入手 无论是高含金量的竞赛 还是优质活动 又或者是能够转现学生软实力的社团 小组活动 都将会是招生观重点所关注的 学生的活动经历还有竞赛成绩 在一定的程度上是表现了学生的软实力 还有学术的能力 而对于大学来说 之前有SAT成绩提交需求之下 这些项目都是考察重点 更别说现阶段是暂时取消了SAT 敬请锁定周六晚间8点30分 国语一台以及无限三台8点整的天下总横谈 招生内幕 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 都是怎么挑学生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